各位觀眾你們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今天肥坤進來新橋區 周圍走新橋 這裏就是阿里維拉街 一條舊的街道 當年舊街很矮的屋子 仍是養羊、養牛 一層至兩層樓高的蟻屋 現在這些蟻屋都沒有了 全部都拆了 建了高樓大廈 這一區吃的很多 店舖大部份都是有開的 一半是關門 這條馬路都是純住宅區 新橋中 比較清淨 車的流量又不是太多 在這裏住很舒服 下來買東西吃東西都很多 很多食店 隔壁街就是 鏡湖馬路 這裏周圍都通 很方便 很方便 吃市 適合 適合 橫街窄巷都很多 這條馬路很短 一會就走到街尾 到街尾 叫道船街 新橋區 所以這條馬路都叫做清靜 人流真是很少 到道船街那邊比較旺 這裡有很多食物 其中有一間是食齋的 挺有名的 每晚都會爆棚 還要等位那隻 近今都開了很多新的食店 看看各個本事 新開了食店 真的要靠自己 這間齋店一早就開了門 旁晚就坐滿了 這個位置就是以前的四起飯店 四起酒家 現在結業了就沒有開 現在來到尾心 這裡是道船街 我們繼續走道船街 對面的道船台 兜個圈 道船台我也很少拍 今天拍下 今天拍下道船台 今天拍下道船台 以前在道船台都有很多店 其他店還有當作炒炒炒炒炒 現在就沒有了 裡面的店舖很多都關了門 如果要新開的 我想都要自己想一下 靠自己實力 進來橫行 挖頭行 真是很難做的 做生意 有做飲食業的那些 旁邊還有竹粉 咖啡室 挖頭行 出去就要靠商場口出去 這裡還有一條橫行 出去就是盧九街 平時就很少人到 這裡 都是純住宅 這些舊式的樓 在裡面是騎樓 我們出來了 我們繼續走 到船街 走完一定到船街 這個方向直上就是 比利拉街 這條這一段是比較熱鬧一點的 舊的店舖就 建業 新的店舖又繼續開 這幾熱鬧的一區 在這裡也是主管道之一 非常之多車 我們來到 渡船街的街尾 我們來到 渡船街的街尾 店舖都是做飲食的 前面就是 比利拉街中國銀行 好,我們下一集再見 到這邊 下集再見 看見 旅行